贴近距离一个借力使力 就把对手摔翻 这个跟柔道和摔脚相似的运动 叫做克拉素 克拉素是从乌兹别克 也就是中东地区传来的 有些人因为经由学习克拉素 他也很想到 很想了解一下中东的文化 中东的风气 其实也是开阔一些 就是学习者的一些视野 他跟那个柔道 柔素以及那个柔道很像 但是他没有像柔道一样 就还有一个地板的压制动作 所以其实他是非常的安全 只要一摔就可以决定顺富了 克拉素源自于中亚乌兹别克 技巧跟柔道类似 因此台湾克拉素选手 原本都主攻柔道兼练克拉素 用柔道底子用在克拉素比赛上 也会有很好成绩 大概学柔道20年 然后克拉素大概一年的时间 那我觉得他不一样的地方是 就是相对的 他没有倾记 然后下部份的部分的话 比较提重于上部份的压力 上部份的一个力气的部分 相对单纯也比较简单 可以就是让整个节奏 节奏是比较快的 所以这是我觉得克拉素 明年的地方 就是防身 克拉素主要是摔的部分 对会比较安全一点 相对于柔道一些压制的话 危险性会更高 难度也更高 克拉素和柔道最大不同 克拉素只要一方触地 裁判就会喊暂停 另一方就无法继续地板追击 另外克拉素少柔道的情绩 避免运动伤害发生 克拉素的他的这个精神 他也是一种战绩 但是呢 他已经从古老的那种战绩 演变成现在的运动 那他可以防身 他主要就是做摔倒的动作 那我们也有单力啊 有那个抓手的 然后那个狐妖啊 那个动作呢 都可以让对方失去重心 然后把对方摔倒 台湾选手在国际的克拉素比赛中 近几年来都有不错的成绩 全国克拉素协会将在6月10号 在和平岛公园举办沙滩竞赛 我们现在目前克拉素呢 他是已经有五都了 然后11个县市 那将来呢 我们就是要往全中运的一个方向迈进 那也就等于是说 这个克拉素在台湾已经十几年了 那我们希望他的年龄层 他可以越往下 往下扎根 然后往深部扎根 然后往广的部分继续推广 让他变成是一个全民的运动 那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克拉素他在成立的时候 我是希望能够为台湾 带来更多的一个国际的舞台 克拉素总会 他们预定在今年的6月10号 在和平岛公园的沙滩区 举办全国克拉素比赛 那这个竞赛呢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 因为是在沙滩上面 那大家知道 中东其实就是一个沙漠的国家 他们以前过去呢 在比赛的时候 他们也是经常都是在沙滩上做比赛的 那这一次是看中了我们基隆市 和平岛公园有一个 也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沙滩的地区 并且呢 基隆的美景很多 他们也想说 藉由在基隆和平岛公园 举办这个沙滩比赛的话 其实也可以推广基隆的观光 所以呢 我就是把他们带来基隆做这个全国性的竞赛 我希望藉由这个竞赛呢 可以推广基隆的城市观光的行销 那也希望藉由这样的话 大家能够更深入的来了解基隆 然后进入到基隆来做观光旅游 瞬间基隆市克拉素协会主委的市议员吕美玲 希望藉由国际赛事 邀请更多人来关注这项运动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